大家好,我是飛鴻 今天4月17日,星期六 沙田跑完10場賽事 沒有下雨,但全天都濕濕濕濕的 其實打地很慢 如果大家今天握緊的中指 就是哪一隻放頭就哪一隻 就應該度過一個愉快的周末 我明顯是糟糕的 但是在今天開始之前 首先講一講 大家喜歡看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另外每條影片點讚、留言、分享 然後還有宣傳到一件事 就是下星期二 即是4月20日 我就會在贏載賽馬台中的新足球節目 猜球Pro 做主持 希望大家到時多多支持 記得看Live那一小時 最好的當然是看Live 等那個看Live的人數 就讓我有些交代 當然看不像Live的朋友 可以試後看Playback 開始今天的節目之前 首先 用了我哭少少馬喪 這個是昨晚我做Live的畫面 去到尾聲 差不多2個小時 去到1個小時 48分多49 因為有朋友問我 因為今天第一口馬T 有Double 我會怎樣買 我按了我的每一膽四腳 給大家看看 第一場我選了 第三場 我選了9拖 2468 結果跑了689 然後第二場 我選了2拖 4 5 7 3 結果三隻腳 5 7 3 就包辦了三甲 結果 最後我自己有買到這條馬T 就是Exactly 這個買法 結果 中腳 不中膽 那我就 唉 袁亨一面 真的沒辦法 我真的想不到正本開心 會搞成這樣 那開始今天之前 就首先講講場地先 那 那 今天呢 真的大禍 無論草例也是大禍 私家三難 草地先 草地呢 四場轉彎賽 放頭馬三冠一季 那 唯一一隻贏不到 就是金剛石 其他三隻贏了 跟著他都不行 你一定要放 但是最出奇 大家都知道 放頭好 但是呢 好少馬去放 尤其第四場 就離了大譜 超慢部速 是絕對離譜的 那 另外 美兩 然後讀過寶寶 錶長後王 其實他們做的時間 是 偏快 連上頭場 金剛石也是 但是呢 偏偏他們單騎放 因為很輕鬆 所以就走 結果呢 就拿了兩分 一個第三 這三場馬 幸運精選 就是落重飛 帶到 接著呢 就 泥地 泥地呢 根本也是 無法追 你要追 尤其是三場 千二位 就兩場 放頭馬贏 另外一場 不是放頭馬贏 就是放頭馬 那隻 那隻 然後呢 另外兩場 常一里呢 你要沿途貼實 調欄 團結一致 還有 無心睡眠 幾乎漁出一次 那個走位 就是 根本就是跑的場地 基本上就 當然啦 你的馬都重要 你都要得才行 你都要走到那個位 然後你的馬得才上來 但是你的馬得 但是你走不到那些位 就是上不了 例如超行力 譬如這個 這個 那些 真妙星 那些 完全站在這裏 那我今天的提示 都一般 人直路賽 一隻膽就跑到第四 自力同心 那些腳油都沒辦法 接著 而且都很熱 接著 泥地那場 直接錯了 整個計劃 然後呢 總之呢 今天就是 一個不得了的賽日 現在呢 我想說一說 首先呢 這場馬呢 第四場 今天就 軒然大波了 那因為呢 為什麼呢 軒然大波呢 因為 那個時間 實在太瘋了 真的 尤其這個 段速的第三段 中段那裡 慢到 是說25秒3 那現在首先 看看 那一起步 主角在哪呢 主角就是 出面 這個幸運精選 最大外檔那隻 那他又慢慢殺進來放 其實賽前這個是算到的 因為這場下沒有馬放的 所以他放是絕對不奇怪的 那問題出了在哪呢 現在呢 問題就是出了在 他和幸運飛彈 兩隻就開始飄離了馬群 你以為他們放得很快 一點都不是 簡直是放得很慢 第二段 第二段呢 標準時間是22秒35 但是他兩隻 越飄越掉 但是他們在做23秒15 足足慢了一整秒 就是八線了 你說就算 我當是很黏地 好嗎 都不會慢到這樣 那第三段呢 他們繼續飄掉馬群 但是呢 他們在做25秒3 就是神操時間 就是這兩隻馬 就在前面拍拖 是神操的 拍的 拍跳都說不上 那呢 就 直接是拍拖 那呢 後面那一堆呢 就 微胡人生 也是落寵飛飛格的 拍著外面的就是 紅衣城神 不是 紅衣震行 紅衣城神 然後呢 也都沒有馬走上去的 中段 完全大家很安手滿份 去到 準備轉入直路那個彎 就大家先後面才有馬 開始動 那麥拉 外面灰馬 翡翠龍 然後前面就榮滑 跟著連連行位都六格 就開始推出來了 那潘頓那些正本開心呢 就因為他貼了欄 所以他動不了 那現在才開始跟著連連行位出 那跟著就 神州福星 什麼 勇闖那些 那包美那隻軍威陣呢 其實就追很多 那 來入直路呢 那前面兩隻馬就沒有力藥 那行運精選呢 就慢慢逐步的 保持他的優勢 那行運飛彈呢 就沿途沒有難 那所以呢 他就水一點了 那上來 那上來 只有連連行位有點小 但今天那些巡洋都是這樣的 你見上來的只有一個小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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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到一個位呢 那 那 那結果就這樣 就看到我 登記 那 的 是 那 這 那 這個 因為 這個 那 啟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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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場馬賽後報告真是大件事,三個騎士問話,首先是何宅耀,紅衣震撼說他到了900位,何宅耀解釋說紅衣震撼本身是跟著二疊第四位 他解釋說自己去到900位,開始想複雜行領頭馬的距離,但這隻馬沒有反應給他 去到600位都是沒有反應的,他騎足300了 所以他就鼓勵,他就說建議蘇布羅下次這隻馬出出了真的戴眼罩 大家就看看有沒有關係,他說很大力質就是這裏,也是的,真的沒有東西給他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潘頓,首先是莫尼拉,莫尼拉那隻就是翡翠六 其實就解釋為何這麼差的表現,但也沒辦法,翡翠六沿途守著尾三 那這樣的報酬,你有沒有可能會追到呢? 那莫尼拉都說了一堆廢話,他又是很流行的,就是解釋回 他沿途正在做什麼,但其實都不知道說來做什麼 也都照單填修 然後就到潘頓,這隻正本開心了,其實他我覺得是無辜的 因為正本開心,因為他排內檔,所以他早就拿了籃 那你見到後面紅衣,在玩具大人後面那隻紅衣,紅帽黃色那隻就是正本開心 那他完全動不得其正的,那你問他做什麼呢? 那真的沒有辦法,他是硬吃的,這個萬目衝 那潘頓的解釋其實就實際一點,就說過那隻馬呢 因為還未出中文,現在我是在看英文文的,所以要少時間翻譯 他就說那隻馬呢就沒有規範,拿不到的節奏,整個場馬 就是脫口那樣,也都加速不了,他騎下去的時候 那就是這樣,起碼他有一個脫口說出來,就不是長篇大論 只是說我發生了什麼事,就是他描寫文地告訴我 另外最後,最重要就是小組就決定眼後言順這個波鍵士 在跑過1600米後的跑法,會聽證就聽波鍵士和沈澤成 其實波鍵士這陣子是很糟糕的,因為擺明他已經開了檔案了 就是他早幾個星期警告了一次不要再兩頭忙 剛剛星期三那天,再厭禮警告一次一次,就是我忘記了哪隻馬,但那隻其實沒什麼機會 但是1600米那邊呢,就是這裡,就是這個位置,去到1600米 就是跑過200位的時候,相信是審他,就是為什麼他跟著這個第三位 就定得這隻馬那麼緊,不跟上他兩隻放頭馬那裡 就是沒有依據那個步速,其實也合理的,你聽到這個位置 因為大家都是一個豐富經驗的騎士,你不可能不知道那個步速慢 那你完全有,前面那兩隻馬就走了,那你做了拉龍大隊長 就是審他那一件事 但是有另一個問題出現,為什麼波鍵士這隻馬不想呢 你說他頂了整條內蘭的馬都還說 但是外面那些馬其實為什麼不想呢 譬如榮華,沿途都走三點的 然後翡翠六,這隻威廠,威廠自己都留著彈一下彈一下的 甚至乎神州復星,那為什麼這幾隻馬又沒有責任呢 對於這個中段這個步速,沒有人拍上去這個問題 那你可以說,如果他們走上去的話 其實這裡一大片空位的,他慢慢試進來,還有很多貨買的 那所以我就覺得,這王野波這件事就有少少... 當然啦,他自己一定是糟糕了,因為你完全沒有判斷那個步速的 那但是呢,我還是覺得,有少少開了你的file 那你做錯的東西,就將你軍那種來的 那我覺得他這次是被人將軍的了 那延遜日期暫時還未定的 但是我估計這台東西,他也有幾頭痕的 那因為這個過程真是肉酸的,其實這場馬 那我就不用那些陰謀論的 雖然這場馬的格真的中得不得了 那有什麼馬樂飛的呢? 那這場美回人生啡格落到9倍 跟著幸運精選6格,7.3倍 然後就連年幸運6格10倍 那還有一隻輸了的6格,就是玩具大人 他跑第5的 那Q的那些呢,這個... 其實13號基本上是全線啡格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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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6個有馬贏的,包括偉大和容天鵬有起碼 換句話說,六個人就包包了8場頭馬 另外兩場就是一場賽洋,一場熱左洋 方家帕今天是蠻慘的 因為他兩全其尾,青森星和精英勇士是第三 然後前面那兩隻是第二,美場精彩非凡又第二 而且青森星是被他的徒弟陳家晞那隻獎金大王 大家看到封面了相片,方仔也祝賀陳家晞 陳家晞是頭馬少之有少,難得贏回場 師傅也替他高興 可以看看一場馬怎樣走 因為今天的馬,影片真的沒什麼好看,像賭帽一樣 這場獎金大王的前速一向很可靠 貼欄帶出來,原本預計外面那幾隻快馬都在 武漢人生,國遊之星和青森星 青森星就是方家帕那隻,四隻快馬都在前面 不過獎金大王當然不理你了,他是不是也要放 結果其實這個步速又不是特別快 又是快一點點,但順便可以看看 其實前面沒什麼好看,他一放到底 青森星叫做幾好,追到幾磅 但想看的就是外面一走三疊 紅眼罩那隻是藍莊之歌 那是我會跟進來的,他一路四疊轉彎 全程到他都沒有心,亦都虧不到 又沒有什麼心,怎樣克服 都是求求求其其,吃飯幾尾就回來 然後呢,外面騎下去 這隻馬其實反應是OK的 因為前面呢,因為今天大家都明白 今天那些馬,你不是放 都起碼你要在裡面陷 那你扔出去那些位置 會追的馬,有幾可 連一隻協勝神都追得幾可 但其實協勝神的沿途是貼著欄的 所以夢幻人生都是貼藍那隻,也輸不遠 今天很多隻馬是這樣的,沿途貼藍那些馬 是怎樣都輸不遠 所以我就覺得,會有一定的參考性 所以藍莊之歌,起碼他的泥地能力一定是強的 那他加了分,在草地 那現在轉回去跑泥地 其實都應該是一個合適的時候 所以我今天就會列上去做跟進馬 那今天的跟進馬其實都幾難找 那這個位置就看到了,方仔幾慘 就是青森勝這樣輸個鼻給陳家喜那隻 獎金大王,但真的形勢使然,沒辦法 因為他這幾隻馬,最後這五場的那幾隻馬 只有青森勝算是擺前一點的,另外那幾隻全都是追的 那你真的沒辦法搞的,你有些play 都算是這樣的了,但最慘的是 如果你欠冠軍來講,你只欠冠軍而已 那麼問題就是你力就用了,接著還要跑PACE 有機會加上分,然後呢,就更加上架 那時候,就要那幾隻馬 你可能看精靈勇士是比較多分 但其實他都上到2%了 那所以呢,就... 我相信呢,今天他再這樣被人嘔幾棍之後呢 就算是大勢已去的了,已經 那今天呢,就... 講到這裡,讓我一等一下,我再出那張圖先 跟進馬呢,今天我選了剛剛說的南莊之歌 另外一隻就是第七場一路順風 那因為一路順風其實沿途的制度很差,他被人夾到包尾 然後呢,他都追得回來的,其實今天真的很少有馬可以這樣追 其實之後呢,超能力也是這樣追的 但是呢,我覺得呢,超能力的分數是很高的 就是你再列他做跟進馬也沒什麼意思 那另外呢,草地那些呢,應該很多人都會留意著 外面會蓋那些馬的,因為真的很難追的嘛 那但是呢,我始終覺得今天是變化地的場合 就是,可能有一些蓋得很厲害的那些馬呢 就是,一來是,可能他本身是臨地性難口 二來呢,就是可能真的有些人氣我取的感覺 因為其實今天很多場水準都比較參差 那所以呢,我就暫時選了兩隻泥地馬 那就是,我會再觀察草地那些馬 就是,之後會追的那些馬,之後再跑會怎樣 好了,今天講到這裡了,多謝大家支持 那希望大家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而看開我的觀眾,覺得我的影片是OK 值得參考的啦 那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另外每條影片點讚留言分享 那另外記得下星期二看我的節目 好了,那這次跑完這次之後終於稍欠了 那星期一才再排位了 那我們再見啦,拜拜